学IT 拿高薪就来千方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你好 我是艾福森 这一节我们来认识GS SDK健全 以及使用流程图的方式 来梳理一下GS SDK健全流程 好 如果说我们想要完成 微信GS SDK健全的话 我们首先要去进入微信公众号的开发文档 先去查看一下 我们之所以要在我们里面进行微信健全 就是因为微信在开发模式下 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平台上面所应用的能力 你比如说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在这个微信网页开发的下面 的GS SDK说明文档里面 我们看这个地方其实它有很多能力 比如说包括我们这个图片接口 音频接口 还有我们的地理位置的获取接口 等等一系列海量的这个API 那一旦我们拿到了这个API的使用权限 那其实我们可以在项目里面非常灵活的去使用 并且实现一些在我们编辑模式下无法实现的一些功能 功能是非常完善的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想使用这些功能 它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我们要在这儿呢 进行一个 配置 进行一个配置 你比如他这边 官方文档里面列出来这么多的步骤 对吧 我们要一次去绑定域名 等等一系列东西 最后呢 我们通过一个微信.config 去注入一些配置箱之后 并且在这里面呢 还要去要求你有一些什么 生成一些这个签名 还要通过一些这个签名算法去生成 还有等等一些这个配置箱 是你可以点开我们的复录去看一看 在复录下面 还有一堆我们的什么所谓的GS API Ticket 还有我们这个Access Token啊 等等一堆概念 就整个流程呢 是比较繁琐的啊 比较繁琐的 如果说我们初次去接触这个健全的话呢 如果看这个文档 其实整个这个流程还是不太容易梳理出来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呢 会跟大家呢 去还是通过一个流程图的方式 去将我们整个这个GS SDK啊 它整个这个健全的流程的话呢 我们来一个梳理 等梳理好之后 我们按照这个流程图 然后一步一步来完成我们整个这个健全的这个过程 好 我们记住我们的目标啊 我们的目标呢 是当我们在微信里面 部署的这个网页里面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index.html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进入之后 我们期望想在这里面通过调用 使用GS SDK 所提供的一些这个海量方法 实现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对应功能啊 比如说你要获取地理位置 或者要去获取音频信息 等等一些功能呢 那前提就是说 你首先要在这个index.html里面 你要去做一个引入操作啊 做一个引入操作 就是将我们的这个GS SDK 它本质上就是一个GS文件了啊 这个文件里面呢 分装了很多的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在微信的环境下面 去通过那个方法呢 去调起对应功能 所以我们下一步呢 需要在这里面 就你要去引入 你需要去引入我们这个GS-SDK 那它本质上我们说呢 它是一个类似于 我们名字叫做GS微信.js 那名字的话 后面我们可以根据官方这个链记呢 去获取啊 去获取啊 它本质上是一个GS文件啊 在我们这个html里面引入 只要引入之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html就拥有了这些能力吗 不然 我们单纯的引入是不够的 那它还需要干嘛呢 还需要我们作为一个 来一个这个微信什么呢 微信config啊 微信config 我们要调用什么呢 这个GS-SDK所提供的一个叫做 微信config的方法呢 对我们整个这个权限进行验证啊 进行验证 只有这个验证通过之后 人家这个微信服务器才认为 你是一个有权利调用我的 这样一个人 那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使用它里面的一些功能啊 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一步啊 你引入了这个GS 首先要去这个进行一个配置 初始化配置啊 那等到我们初始化配置成功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终于进入到下一步 这边它又提供了一个微信点什么呢 叫做ready的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在我们微信ready成功之后啊 它下面的这个方法呢 才能用config是一种配置 那配置成功了 它才会进入ready 如果你配置不成功 那自然就进入到这个ready里面去了 对吧 一旦我们成功进入了这个ready 这个方法 说明呢 我们已经健全成功 在这儿我们就可以调用它里面 比如说它提供了一些叫做微信 点这个truth image 就是选取图片的功能啊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些 我们举三个例子啊 等等啊 那这边它的这个apr呢是比较多的啊 比如它还有一些这个获取用户地理位置的啊 叫做这个get location啊 get location啊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这个一些分享的功能 叫做share啊 这样一些 当这些名词的话呢 我们在后面 调用api的时候呢 从官方的去确定一下即可 确定一下即可 好 这是我们最终想使用的 gssdk所 为我们赋予的一些这个方法 我们想要使用它 那你要经过前面这几个流程 前面这个流程啊 好 那我们的关键点就在于呢 它这个微信点config方法 并不是说你随便一调用 然后就成功了 它需要你为这个 呃 配置箱里面的注入一些这个参数啊 由这些参数来 呃 分辨 你是否是一个合法用户 对吧 合法用户啊 那这个参数其实就是我们的关键点 我们可以返回到微信官方文档里面 简单看一看 这个微信点config里面 所要求的参数 它有哪些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 在这个gssdk的使用步骤里面 点开一看 这边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config接口注入全线验证配置啊 那我们把这些配置信息的话呢 我们依次来稍微熟悉一下啊 或了解一下之后 我们把我们后面需要操作的项目呢 呃 这个参数呢 去拿到我们流程图里面去 首先第一条debug 这个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管的啊 我们不需要管的 呃 然后呢 第二个 appid 呃 这个内容呢 其实也是我们在注册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时候 它已经为我们分配好了 我们也可以直接拿到 也不需要我们手动去处理 或者获取任何这个 呃 呃 用算法去处理 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也是现成的啊 是现成的 那其中呢 有一个 呃 叫做什么呢 time step 就是说这个 呃 时间戳 这个时间戳需要我们这个 通过一段代码的去自动 自己去生成一下 吧 生成一下 这个 什么 none none 这个str啊 应该这么读的吧 none str 呃 这个呢 叫做什么呢 生成签名的随机串 它其实也是一个随机字幕串 这个也是需要我们通过代码呢 编写一个这个函数去生成的 还有这个签名也是我们需要去完成的啊 那下面这个gsapi list啊 也就是说当你健全成功之后啊 你想要在你的网页里面使用哪些功能 你需要把对应那些呃 方法的名字呢 列在这里 这样的话呢 被列在这个列表里面的那些方法 在你验证成功之后才能够去使用啊 所以说我们将这里面的必要项呢 去拷贝一下啊 然后放到我们的啊 放到我们的这个呃 呃 流程图里面去 我们接着来看 呃 所以说我们在这呢 来一条新的这个框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将这个呃 呃 内容呢 给它放进去 那将我们这些呃 信息粘过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格式处理了一下啊 其中需要注意的 就是说我们中间呃 用汉字背注了这三项呢 是需要我们自行处理的 另外两项 我们可以呃 从这个平台里面直接获取啊 直接添添一区就可以了 直接添一区就可以了 呃 那我们这三项 在哪里去生成呢 我们肯定不在前端生成啊 我们要在服务端生成 因为在签名过程当中呢 我们负担也需要使用到这些信息啊 好跟我们这个微信呃 服务器呢 进行一个呃 互相这样一个验证这样一个操作啊 从这儿呢 再来一个来一个角色 我们这个角色呢 我们就称为是什么呢 我们称为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node服务器啊 node服务器 那我们把那个服务呢 已经部署到了我们自己的这个 新浪云上面去了 所以说你可以把这呢 叫做我们这个新浪云服务器啊 你也可以写node服务器啊 也可以的吧 node服务啊 那这个node服务的话呢 我们最终期望啊 他能够为我们下发到这样一些参数 我所需要的这样一些参数 那如果说我把这些参数 在前端通过一个请求呢 拿到之后呢 把它们就配置到我的这个微信点 config里面去之后 这样的话 只要我这一部分操作合法 或者合理 那我这个微信点config这一步的话呢 必然就会健全通过 那我就会 这个使用这里面的这个方法了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面的这个信息里面呢 时间戳跟随机字物串 都还比较好生成一些 主要是我们这个 signature这个签名啊 签名 这个生成流程呢 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然后我们再次返回到我们的这个 微信官方文档上面 再次查看 那我们这个signature这个签名 它是如何来生成呢 来看一看啊 这它有一个signature签名 对吧 签名 那这签名呢 它说要看一看这个签名算法 签名算法 对吧 那么打开这个复录一 我们来看一看 点击一下 对吧 点击一下啊 进到这个复录一里面去之后呢 这其实有一长串 这个这个 这个画 对吧 一长串这个画 大家其实可以去阅读一下 就是我们这里面呢 你要想生成那个signature 那个签名 那必须你要去 有一个gsapi ticket 这个gsapi ticket呢 我们先留着 我们有办法去获取的啊 后面我们去获取 然后呢 你要想获取这个gsapi ticket的话 你还得去获取access token 也就是你先有了它 才能够有它 对吧 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关联啊 待会我们再来看 好 首先出现了两个关键字 gsapi ticket access token 这两个东西 我们先记录好啊 那如果说 假如说我们这两个 我都已经拿到了 然后该怎么做呢 可以往下接着来看 我们这个签名算法 人家说 你要在生成过程当中啊 你要拿哪些东西呢 你要拿我们non-str non-str这东西 随机字物串 跟我们的时间戳 含有有效的gsapi ticket 这我们说 我们假如已经拿到了 要拿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三个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URL 就是当前哪个网页 在向我这个服务器 发起这个请求 要去进行健全 一定要对应 这URL请求之后 才能够在里面去使用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干嘛呢 需要这四个数据 一起合并之后 通过某一种算法操作 然后才干嘛呢 才能够得到我们的签名 得到我们这个签名 所以说我们再次返回到 我们的流程图里面去 也就是说 这个新浪云服务药 被它下发这些信息 首先有一个信息呢 是比较难以处理的 哪个信息呢 就是我们这边的 刚才给大家看的 那个叫做 这个签名 对吧 它是 比较难以去获取的 比较难以去获取的 那我们把这个呢 单独拎出来 单独拎出来 放在这个地方去 待会我要把这个签名 拿到之后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Node服务里面 通过某一种方式呢 获取 生成之后 然后一起下发下去 那刚才我们也看了 它在生成过程当中呢 它需要哪些内容呢 它需要这样 至少四个内容 需要这样四个内容 其中一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GSAPIT KIT 对吧 就是其中一条 然后下面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共四条 我们都把它放好 一共四条 那其中我们下面 这三条的话呢 其实跟我们 通过我们自己的代码 去生成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 需要一个时间戳 我们还需要一个时间戳 我们还需要一个 随机字幕块 把它放在这 甚至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URL 我们说这个URL呢 就是你哪一个网页 你想要用这些方法 那你就要拿哪个网页的 这个链接来给我生成 对吧 所以这URL呢 我们要在 要在什么地方获取呢 要在我们前端 去发起请求 想要拿这些信息的时候 把这个数据 带到我们服务器里面来 所以这个东西呢 应该是前端带给我们的 前端带给我们的 我把这个钱这样画好 这些信息都是我们生成 这个签名 所毕业的 必要的一些信息 但每个信息来源不一样 来源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 JSAPI Ticket呢 是从微信 服务器上拿的 对吧 这两个呢 是我们自己通过代码 生成的 这个呢 是前端在 请求这些信息的时候呢 为我们提交上来的 对吧 提交上来的 所以我们在这呢 给他画一个这样一个图啊 画这样一个一条线 画这样一条线 从那呢 一直跑到我们这里来 并且我们要将这条线呢 我们呢 要标记一下一个颜色啊 好让我们做一个区分 好让我们做一个区分 然后我们画到这也可以啊 也可以 但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在前端 发起请求的时候呢 直接携带上来的 啊 携带上来的 不需要我们做任何 生成这样一个操作啊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 这个 JSAPI Ticket 刚才其实我们在看 观看文章的时候 已经看到 他这个获取的方式啊 我们再返回一下 对吧 他这个获取的方式 在 哪个地方呢 在 在我们 这个下面 在我们这个地方啊 就我们这个 JSAPI Ticket 我们说要 想要获取他 要干嘛呢 先要获取 Access Token 所以说我们要 在这个里面再加一条 流程图里面再加一条 这个 Access Token 他跟我们刚才的 这个JSAPI Ticket呢 是一个 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 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 就是想要拿他 依赖与 我们 拿到的这个 Access Token 那这个 Access Token 从哪来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 再去看一眼啊 再去看一眼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 呃 有一个什么呢 参考以下文档呢 可以去 获取我们的 Access Token 对吧 然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文档呢 我们也打开来 看一眼 在这 在这文档里面呢 我们说它是代表我们公众号的一个 呃 唯一的一个凭证啊 凭证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好获取的 呃 我们只需要通过它下方所提供的这个接口的话呢 把我们的什么呢 把我们的这个APP ID与这个Secret带上就可以拿到 就它微信服务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接口 只要你 携带 合理的参数 它就可以为你下发这个 Access Token 那么这个APP ID与我们的Secret的话 其实也是在我们 注册 公众号的时候 它已经为我们生成了 后续 我们会告诉大家 如何去 从哪里 获取 这两条数据 那么 我们 这个 流程中呢 基本上就来到了终点 所以你要想获取我们的Access Token 你需要在这呢 再来一个角色 我们把这个角色呢 称为是 称为是微信服务器 微信的这个官方服务器 那我们 流程呢 整个再次梳理一下 对吧 再次梳理一下 我们首先呢 在 后端 在后端 我们需要一些这个 通过一些请求的方式的话呢 从我们的微信服务器 拿到 Access Token 然后呢 携带 Access Token 再请求到我们的 JS API Ticket 拿到这一个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次 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服务端 Node服务端 再通过一些代码 函数 生成我们的时间戳 跟我们的随机支付串 并且 在用户 请求我们 这个Node服务端的接口的时候 拿到 他所提交上的这个 URL 由第四个内容 合并之后的话呢 生成一个签名 其实它也是一个字符串了 签名算法 生成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签名 含有我们生成签名 所用的这个 时间戳 字符串 一起呢 通过接口 下发给 我们的这个 前端去 那前端 请求之后呢 他就会 拿到我们的 这个 配置啊 微信.config 配置 所需要的 所有的 这个 信息 配置项 那我们把这些配置项呢 填到这个 微信.config里面 调用之后 那 我们这个 配置呢 就会成功 我们健全就会成功 成功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 他所付与的这些 所有的这个 API方法了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 健全的流程啊 我们后面的这个 内容的话呢 都会 遵循啊 或者跟着我们这个 流程图的这个步骤 一步一步来完成我们 微信的这样一个 健全过程 感谢您的